拖拉按砍凑键一拉过来 它就产生一个新的了 复制过来就对了 这个复制按砍凑键按住 拖拉又一个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那每一个就用不同的函数的名称 这样的话会比较清楚 OK 而且等一下有个offset 所以这边可以吗 改成这样 offset OK 其实用法很多 那我特别强调是 我们这些用法 都是基本上尽量弹性 而不是说你今天呢 反正也许我们有些没用到的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基本上看到的 可能可以派上用场的 大概就是index indirect 那lookup可能没办法用 那match的话 也许你可以去看看 也许match 反正这个我是找一些 里面可能会可以派得上用场的 我们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再来就是用那个indirect 我们来看一下indirect 那首先一样 把那个我们刚刚做完的公式剪下来 再插入一次 那我们用的是indirect 那因为我需要的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b什么 OK 所以你就先给它一个什么 栏位 记得前后要加上双语号 后面的话呢 请加上一个end符号 end就串接 对不对 串接什么东西呢 串接刚刚的东西 那你会发现 你串接完之后 后面就会显示什么 b2了 那刚刚好indirect b2 不就是刚好把这个东西抓过来 丢过来了吗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做好了之后 然后呢也把刚刚的东西 记得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b2的后面 记得用串接符号 然后a1这个应该是 这个把它空的 这个可 这个不一定要有 为初 OK按确定 好 那向右 向下 基本上 我们就把刚刚的东西也做出来 但是一样 你会发现这个前面还是一样会多这些东西 多这些东西 那怎么办 用法跟刚刚一样 所以这个就不赘述了 OK 不过我觉得它 比较OK的 就是至少比较OK一点是说 如果它抓不到东西 它referent回来是0 为什么是0呢 其实基本上 因为我这个地方里面抓到的应该是 再来33 34 所以它基本上是抓到这个东西 它把这个东西抓回来之后 它是丢一个0 不过这个0 如果你把它格式 基本上它应该是 是因为格式的关系 通用格式 它预设就0 所以如果抓不到东西 它里面回来也是0 OK 那这个是应用indirect的方法做 OK 试试看 那另外 除了用indirect之外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函数 offset也可以 OK 不是offset 基本上顾名思义 offset 就是偏移 意思就是说 它跟哪一个储存格 相差几个位置 比如说呢 它跟B1 如果我要抓B2的话 那它偏移几列呢 就一列嘛 对 差一列 跟B3差几列 差两列嘛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 它要给的讯息是 差几列 这边差一列 差两列 差几栏 同一栏 所以0 也就是你要跟它讲说 你跟哪一个 基准的那个 以哪一个当基准的 储存格 相比较 相差几列 那如果说 这个地方 我以B1当成基准 要抓底下的东西 那不就是1 2 3 那基本上不就是 刚刚我们做的东西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什么 offset 这是不是也可以把资料抓过来 这里我想各位可以试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把刚刚的那个 indirect先完成 然后 我想其他删除 这个都一样 所以 有时间的同学 自己再把这个前面东西删掉 然后再来就是offset 也许 不过我比较建议 如果你要练习offset的时候 请你把那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也许工作表名称叫offset 这样来练习 可能你将来再储存 这个范例 会会比较清楚一点 试试看 这个部分的问题 可能要解决 也许是0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 如果你用isL 那个就不行 因为你如果插入 这个地方 如果假设你把它剪下来 利用那个isL 你做那个判断的话 这用逻辑里面isL 你会发现 它好像没办法过滤掉 因为你即便 因为它不是一个错误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那个0 所以基本上 假设你现在向下 你会发现他0还在 所以这个就不OK 那怎么办 这个地方 你就势必就是需要用那个 其实这个地方 可能就是要用那个if来做判断 那判断什么 判断 如果我说抓过来的东西 因为它往下里面是空的嘛 所以你就变成if if如果逻辑 我的逻辑 如果这个里面的东西为空的话 那就是等于空的 里面没东西 那我就把里面的0变成空的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给原来正确的资料 这个应该是多的 然后OK 原来的东西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我向右 向下 这底下0就不会出现了 因为我把它用空白给取 就是空字串给取代掉 那其他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把这里面呢 跟刚刚一样 用那个也许你用那个mid 我后来发现用mid 好像比较简单一些些 用replace 可能那个参数太多 那你可以mid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那我们是根据什么 根据上面的len 上面这个 它的长度 那记得把1给锁起来 记得1锁 因为我们等一下 向下填满的时候 1不能跑 然后加2 第二个字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觉得好像给99 这样好像比较方便 一次就完全做到位 然后向右 向下 底下全部都OK 那最后呢 你在利用格式里面的 自动调整栏宽 你把栏宽稍微调一下 OK 不是 这样跑掉 OK 类似像这样 然后就完成interred的部分 那我刚刚有把 我做好的这一串 公司也贴到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呢 我们待会再来看offset 现在offset做完 也是类似的 其实你会发现 基本上呢 它只是跟B1当基准 相差几列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插入 那个offset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给一个什么 基准 就是以什么 以B1当成参考的基准 后面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东西 就跟那个index那个一样 有没有 current-3 因为相差几嘛 不就1 2 3 4 5 一直往后嘛 那就这个东西 那相差几篮 0篮 后面有一个高跟宽 这两个不用填 OK 直接按确定 确定完之后呢 一样向右 向下 它会把最后结果做出来 不过 这个地方还是一样 会多一些0 那这个把它去除的方法 跟刚刚一样 我就这个就不赘述了 然后最后呢 再把这个地方给切 切出来 那这一题就完整 用offset的方法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基本上 要把那个人事相关的资料切出来 其实当然方法太多了 只是说这些函数 一般是比较少用的 但是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想至少一个好用的 至于哪一个比较好用呢 比较说三个都学 就将来呢 要用的时候 不知道用哪一个比较好 像我的习惯 我是 我是比较偏好用index 那有的人比较偏好用index 但不一定 那也有人喜欢用offset 不过offset用的好像比较少 我比较少看到有人用offset 但实际上offset也很好用 基本上他就是以哪一个除辰格当基准 相差几栏几列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很多地方都很好用 所以你要抓他旁边 周边的资料的时候 那是不是用这个方法 其实也可以很快的把资料 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ok 所以这部分提供的参考 至少会有三种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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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